一年五日美食博覽 今日閉幕 年來有超過37萬人次入場 比去年多百分之八 有參展商表示今年旺丁日旺財 生意能增長三至五成 而臨近閉幕減價促銷的攤位也不多 葉子晴佩達 美食博覽來到最後一日 參展商和市民都落力清貨、掃貨 海山海味一減再減 但存貨不多 首塊有 首萬無 我從外國回來 見到今天是最後一日 所以特意走來看 但都買了很多東西 又買了一些海參 又還有一些月餅 可能沒有半價 但我去年來買過 都挺漂亮又好吃 所以我就再來 零食攤位就最受歡迎 人頭一個接一個 想走過去一點都不容易 行李行 環保袋 手推車 一起出動 不少人都滿載而歸 無論有沒有減價 不少攤位都好好生意 收錢收到手軟 部分攤位中午已經賣貨 提早收市 1點鐘已經賣了所有的東西 現在可以見到 其實那個booth 都已經沒有東西賣了 生意額 有沒有說比較多了 截至到昨晚為止 我們都看回過往 增長三成至五成左右 不過場內不是周圍都那麼虛陷 賣健康食品的攤位 就比較冷清 現在歡頻電視記者 葉子瓶報導 到